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变速箱液位传感器电路高是什么意思 该通用动力总成诊断故障代码DTC通常适用于配备了变速箱液位传感器的装有OBDR的车辆 车辆的品牌可能包括但不限于通用雪佛兰 福特 稻奇 拉姆 丰田 现代等 此代码并不常见 变速箱液位TFL传感器用于在液位低的情况下点亮仪表板上的警告灯 当液位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时 开关接地 当变速箱油降至预定液位以下时 开关断开 仪表板上显示变速箱油液位低警告 TFL传感器从PCM接收参考电压 PCM监视电路 并且当它识别出开关已断开时 它会打开组合仪表上的低液位警告 当PCM检测到变速箱油位传感器信号过高时 将设置代码P070D 这通常表示开路 相关代码包括P070A P070B P070C P070E和P070F 代码严重性和症状此传输代码的严重性为中等到严重 在某些情况下 此代码和相关代码可能表示变速器油液位低 如果不加注意 会导致变速器损坏 尽快解决此代码是个好主意 P070D故障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 变速箱油警告灯点亮发动机 检查灯点亮变速箱性能问题 此DTC密码的常见原因 可能的原因包括 变速箱油位传感器故障 变速箱油位低接线问题 PCM诊断故障修理程序 首先要按照制造商的建议 检查变速箱油的液位和状况 接下来 检查变速箱液位传感器和相应的接线 查找连接是否松动 接线是否损坏等 如果发现损坏 请进行必要的维修 清除代码 然后查看是否返回 接下来 检查有关此问题的技术服务公告TSB 如果未找到任何内容 则将需要逐步进行系统诊断 以下是通用过程 因为此代码的测试因车辆而异 为了准确测试系统 您需要参考制造商的诊断流程图 检查接线在继续之前 您需要参考工厂接线图 以确定哪些导线 AutoSong为许多车辆提供免费的在线维修手册 而ALLDATA提供单车订阅 检查电路的参考电压侧点火开关打开时 使用设置为DC服的数字万用表 检查PCM的参考电压 通常为5或12伏 为此 将副级仪表导线接地 并将正级仪表导线连接至 连接器线述册的传感器壁加端子 如果没有参考信号 请在TFL的参考电压引脚 和PCM的参考电压引脚之间 连接设置为欧姆的仪表 点火开关关闭 如果仪表读数超出极限 OL则PCM和传感器之间将出现开路 需要对其进行定位和维修 如果仪表读取数值 则表示连续性 如果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好 您将需要检查PCM是否有电源 为此 请打开点火开关 并将仪表设置为直流电压 将仪表的正极引线连接到PCM上的参考电压端子 并将负极引线接地 如果没有来自PCM的参考电压 则PCM可能有故障 但是PCM很少会变坏 因此到目前为止 最好再次检查您的工作 检查电路的接地 侧点火开关关闭时 使用设置为欧姆的数字万用表检查导通信 将仪表连接在变速箱油位传感器接地端子和底盘接地之间 如果仪表读取数值 则表示连续性 如果仪表读数超出极限 OL 则PCM和传感器之间将出现开路 需要对其进行定位和维修 检查传感器 如果一切都检查完毕 则可能是传感器故障 要检查这一点 请关闭点火开关 并将万用表设置为欧姆 拆下变速箱油位传感器连接器 然后将仪表连接到传感器端子 如果仪表读数超出极限 OL 则传感器在内部打开 应更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 使用 转发 打开 感谢观看